William 市長 你的會議 歡迎大家同學參加今晚李智青分享會 我今天的主持何故 很感謝Dr Becker用這個課堂時間 給我們做交流活動 其實很簡介李智青先生的出道經驗 我想大家可能熟悉李智清先生 都是一系列關於歷史的漫畫 尤其是他借用了一本三國志 水戶傳 分別是他打仰頭炮之後 他再用孫子的故事 在日本拿了第一屆的國際漫畫大獎 而剛剛在星期六 就在麗賓府從鄭特首手上 得到一個殊榮的勳章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阿菁兒是否只是畫歷史漫畫 其實不是的 一張到超過二十年的李智清先生 其實他早期在肉囊集團裏面 很多元化的 他有畫過一系列的鬼故事 又畫過一系列的武打為主的漫畫 好像跌象中環那些 其實變成他一個很多元化的 而且本身李智清先生 水墨畫和水彩畫都很出色 所以今天我們有他來分享 關於港晚和日晚的見解 是和我們一個好的機會去分享和交流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阿菁兒 其實你入行超過二十年 你怎麽看港晚的變化 和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的影響 二十三分鐘就給你了 好 大家早上 阿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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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我就沒有什麽去準備 我真的來到這裏 希望和大家聊聊天 我覺得很多人對漫畫有很多誤解 買的漫畫到底是什麽呢 那現在給3至5秒 大家想想一下 漫畫是什麽 1 2 3 那有幾多人在看 現在香港有漫畫的 可以舉手 有賣的 不只是看 拿錢出來買 沒有賣的 一個 兩個 有幾多人看一本漫畫 要賣的 一本漫畫 沒錯 剛才我問過問題 漫畫是什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珠江潛》 《珠江潛》 他寫一本書叫《探美》 開修的時候 第一張他講 有一個重的書 有三個不同角色的人去看 有一個是 讀生物 他看過樹的年齡 看這些松針 他看過樹有多大 如何生長 生長得好不好 第二個是 一個木箱 他看如何鋸過樹 可以把松樹去賺錢 他可以怎樣鋸 他可以賣得好一點 第三個是藝術家 他看過松樹的形態 是否漂亮 看看他的顏色好不好 我這樣講 其實就是 漫畫應該從一個什麽角度去看 其實漫畫可以三個角度 剛才我講三個身分 其實一個是 可能是學者 教授 像獨特五 有一些可能是出版商商人去看漫畫 有一些可能是藝術家 很希望自己的漫畫畫成是 那些算是自己個人情感的東西 或者實驗性質的東西 我現在看香港很多獨立的漫畫家 其實都是這一類 我講獨立 可能你們的意識應該知道是哪些 不是 香港薄本那些 我們十四元莊那些 那 十四元莊那些可能就是傾向商人一些 就是怎樣去賣一本書 怎樣去抄獲一本書 我們首先要分清這件事 大學裏面有一句 物有本活事有宗旨 之所先後就更導演 我們看任何事情 或者我們都要中向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向去看 橫鄉 又有一首詩 蘇東波 叫做橫漢成領則成風 和圓近高低國不痛不惜老山珍 面目之而身在刺山中 有沒有聽到 中文大學 你們 我們中向可以這樣看 這件事就會很全面 我們知道半撥 又知道不同的角度去看 整件事 你都知道漫畫是甚麼 很多我見到漫畫 對漫畫要求的人 可能都是在某種角度去要求 有些可能是在娛樂性上的要求 我們要求漫畫 很好看是最簡單的 他要求的 可能甚至是香港認識的要求 我這樣說 香港認識其實是挺狹窄的 我大膽說一句 在香港認識的時候 學友常說到 你會怎樣看香港漫畫 和日本漫畫的分別 我就是這樣說 漫畫在日本來說 真的比較多元化 它可以 我曾經去過京都大學 我進去京都大學 首先第一間有漫畫的課程 第一間好像是八大企企業 我忘記了好像那一刻 我和裏頭的教授 聊天 我說他們的出路是怎樣 你每一年都會有 一些同學畢業 不是每個都做漫畫家 那漫畫家 讀完畢業之後 他們的出路其實很多 漫畫不是一種 只是可以放在市場上買的 就是叫漫畫家 他讀完可以用漫畫家的思考 可以去表演一些東西 去怎樣包裝一些東西 怎樣去推廣一些東西 他可以在政府裏面寫一本 就是如何介紹基本法 都可以的 在日本